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陪大家飞到哪里呢 历史的核心区域之一 2011年 洛阳还被联合国授予世界文化名称 今天 跟着世界足迹 我们即将前往河南 晴千四万里 河南 这是一个充满历史文化色彩的古都 那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 我们要请富凯哥哥告诉我们 关于河南的数字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十三 十三跟河南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 其实河南这地方有一个历史的古都 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听过 叫做洛阳 有教会吗 有 对 是的 洛阳这地方其实从夏朝开始 就总共有十三个正统的朝代 选择洛阳这地方当首都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历史的古都 是 那但是介绍到河南 一定还要认识一个地方 除了它是思路的起点之外 还有一个地方 是什么 叫做龙门石窟 我听过 有听过 对 相当相当地壮观 真的 这个龙门石窟 我们来看下一张 最出色的就是它的大佛这种石像 好帅 目前为止整个龙门石窟 这一区将近还有十万多尊的 这样子的佛像在那边 所以说大家造访河南的时候 一定要去参观一下的 好 谢谢 谢谢 今天是哪两队要跟我们到河南去呢 我们先来介绍南国之花队 韦韦 南国之花队是由美女队长韦韦 以及小可爱李嘉佩 弟弟李季红 以及美少女李品轩 一起组队参加 悄悄四人站在一起的画面 是不是美得像一朵花呢 而且地理李季红 可是数学自幽生 不知道面对河南的历史地理 是不是也同样厉害呢 好 河东诗吼队 欢迎 谢谢 河东诗吼队由队长罗元 和古灵精怪的小大人张俊逸 郭成俊以及Era共同参赛 张俊逸累积多次参赛经验 这次与好友郭成俊联联手 正是兄弟同心 奇力断金 三人可以过关斩将 所向无敌吗 河南 对你们来讲听过什么 诗顺杜甫 那杜甫的诗 国破山河寨 成春草木生 赶石花剑类 恨别鸟精心 好啊 好啊 好厉害喔 好厉害喔 好 两队呢 我们今天获胜的队伍 就可以得到台湾到河南市 1265公里的里程数 是 优胜呢 有机会翻转喔 转到五到九倍的倍数球 五到九倍 太好了 太好了 首先进入我们第一单元 数据看国家 数据看国家 透过五个数字 了解国家与地区 地球中图现的数字线索 延伸出题目 率先抢达到 并达敌成功的队伍 即可获得一分 马上来看一下 河南有哪些代表数字呢 好 第一题数字是什么 17.14 先来看一张图 佛从哪里来 先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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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就在这个山壁边上 这个佛有17.14公尺高 这么高 龙门石窟最著名的大佛雕像 庐舍纳大佛就是它 高度有17.14公尺 请问 相传庐舍纳大佛是依据哪一位皇帝的面容 兴建而成 请抢答 好 厉害 哪块讨论呢 大佛好像是在那个 权宗也 权宗还是泰宗 泰宗 泰宗 何东是否对 1 1 唐泰宗吗 最前面的那一个 不改哥哥告诉我们是不是这样呢 看一下图变好了 来 看看图 这是谁 有没有看过 庞高宗要找给他的妻子 这位妻子是一位皇帝 因为题目当中是找给哪一位皇帝 那那位皇帝是谁呢 妻子皇帝 武则天 就是武则天 所以不好意思 答错了 所以答案是 三 武则天 武则天 好 马上进入下一题 下一题数字是什么呢 1500 有句话说 天下功夫出少林 少林功夫假天下 位于河南省登峰市 嵩山的侮辱峰下少林市 是在距今1500年前建立的 因为历代的少林武僧 不断发展出少林功夫 而名扬天下 请问 下列哪一项功夫 不是出自少林 请假答 哪一项 好厉害的 超级星大 好厉害 这后来的影子上来 是唐龙拳的 不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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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们是什么 4 4 4 你说这个吗 唐狼拳吗 为什么 唐狼拳吗 富凯哥哥是唐狼拳吗 那来到河南呢 一定要去看的就是 松山少林寺了 没有错 其实松山少林寺呢 他的武功相当相当的多样 包括了七十二绝技 金刚拳 有 我就说有 螳螂拳 那我们里面提到的 如来神掌 这个拳到底是哪里来的 哪里来的 1960年香港的电影 虚拟出来的一种拳 就是如来神掌 超多 没有错 所以不好意思 南国之花儿门打错了 不发热关心 金刚 俊帝已经为我们朗诵了一首春旺 下一个题的题目 数字是什么呢 14 14是什么呢 来 国破山何在 陈春草木生 赶拾花见泪 恨别鸟精心 这是唐朝著名的诗词春旺 对不对 好好敬意背出来了 主要是描写这个 唐朝天保十四年间的 安史之乱 叛军攻陷河南洛阳 造成很多人颠沛琉璃 是 请问 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呢 来 这首诗快乐 请抢答 有 好 怎么把门数数了 一切这么快 对 刚好 对吗 确定好 我们一起学习 三杜甫 好 再打 来 好 一 三 三杜甫 好 都是好队 告诉他们 对不对 是不是杜甫 是 是的 没有错 好 谢谢 要进入第四题之前呢 要先给你们一个加分的机会 因为你们把它的诗背得很好 请问 台湾最大的水库是哪一个 请抢答 太好了 大家一起说 一 二 三 真文水库 是的 没有错 就是真文水库 所以你们又多了一分 谢谢 谢谢 好 那第四题 到底跟水库或是水坝 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来看一下数字是 1975 年 1975年呢 因为台风引发大洪水 两座大型水库溃堤了 造成河南数十万人的死亡 请问 造成水库溃堤 垮坝的大洪水是来自哪一条河 请抢答 对 请考论 赶快来考论 是黄河 因为它是黄河以呢 没有 我觉得张先生今天真的是 对 智囊堤 好 黄河 其咪 你有答案吗 是的 对 来 给我们答案 黄河 黄河 黄河河 富凯哥哥是这样子的吗 这场水灾呢 其实是一场台风造成的 造成相当严重的伤亡 有多严重呢 那场水灾造成了 二十四万人死亡 那为什么一场水灾 会造成这么严重的伤亡 因为同时间上游的 两座大水库溃坝 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当时候的图片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所以其实水都漫过了坝体 下一张也是 其实都漫出去村庄里面了 这一条可怕的河流 是哪一条河呢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 其实是怀河从河南这边发源 一路流出去 所以说不好意思 你们打错了 不是黄河 不过其实河南这个地方 它虽然是个历史古都 不过它深受以前的战争 再加上水患的关系 所以其实河南 它有三十五个县市 会列为全国前几名贫困的一个城市 那其实我们慈祭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也加入了关怀河南的这样子的行列 好 接下来下一题数字是什么呢 酒 不开哥哥跟着我一起来秀出图片 其实这两张图片都是相当 看起来相当险峻的一个地方 河南太行山深处有一处被誉为 世界第九大奇迹的美丽村庄 郭亮村 请问 被称为全世界最危险的村庄的郭亮村 是下列哪一张图 请抢答 谢谢 有点厉害 来 看一下 有点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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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南国之花队 二 二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最美丽 有最危险的村庄会是哪一个呢 一 二 三 好 恭喜南国之花队 恭喜南国之花队 对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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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郭亮村呢 因为位于高高的悬崖上 而且出口只有一个 人家都说郭亮村有三男 什么男呢 找媳妇男 看病男 最后就是孩子上学男 你光看那个峭壁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爬出去 你要怎么上去 你小朋友要爬什么上去 要靠天梯 他爬一座天梯 翻到山上去上学 所以其实河南不止这个地方 有很多地方都是接近山区的村庄 也都是这个样子 那因为家里又穷 上学又困难 所以就干脆中措 措学 就不去上 就不去读书了 曾经是历史古都 以农业为主的河南 在经历这么多年的战争与天灾 进步的速度远远比不上 大陆其他的沿海城市 尤其是偏远的山区 就学和医疗环境都十分的恶劣 但是也是在这种十分恶劣的环境之下 出了一位十分令人敬佩的人 下一队我们就要来深入了解 先来看看目前两队的战绩如何呢 来 经过第一单元 两队的分数是怎么样呢 河东施吼队吼出了一分 南国之花队很美这样子 对不对 美出了两分 其实才差一分而已 差一分 很小 第二单元加油 施吼队 对 我们还有几题的题目 你加油 好吗 好用力一点啊 马上进入第二单元 世界大发现 世界大发现 请仔细看VCR 屏幕将从影片中延伸 率先抢达到 并答题成功的队伍 即可获得一分 第二单元会播放两段影片 我们请看VCR底段 生命无论长段 也无论能够做多少事情 只要我们能够把我的方向 力尽所能 那么在生命结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自豪地说 我这一生没有遗憾了 马野庄 河南省长元县苗栈乡的一个村庄 大家管这里叫做黄河滩 有人说这里是个连黄河都不愿回头的小镇 二十多年前 刚以第一名成绩 考进乡内高中的马文仲 却被告知得了无法治愈遗传性疾病 进行性肌肉营养不良症 医生说他活不过二十岁 注定看着自己慢慢死亡 但受到父亲的影响 他决定要当一名教师 希望赶在生命结束前 为这个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 家里只有父亲马存英支持儿子的决定 花了一年的时间 一砖一瓦 亲自盖起了简陋的教室 教室盖好了 1986年创办希望小学 学生围着马文仲坐成一圈 就这么教课学习 纵然病情一天天恶化 马文仲也从未向病痛低头 而学生就是他的动力了 我能这么多年 一直这样坚持来跟马文仲走下去 其实就是有这些学生 可以说我跟马文仲的 我们的爱情 就是制作在学生 就制作在学生的身上 学生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几年过后 马文仲的学校已经有150名学生 为了不让学生受刮风下雨之苦 他又起了盖教室的念头 因此马家人的生活 也维持在最低用度 甚至连老婆生完孩子 家长送的鸡蛋都舍不得吃 鸡蛋下来 你敢吃 就卖掉 卖掉就换了三千块粘子 今天就是这个十五平方米 十六年了我就干了这么多 好可惜啊 黄河滩上的孩子 因为马文仲的坚持 有机会可以读书 更有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 看完这个影片 两对有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影片上的那个 就是他生了病 然后他也会想要去 为社会去尽一份心理 是 所以觉得非常感动 对 对 听不来了 听不来了 马文仲的妻子 为了盖新教室 生下孩子后 连鸡蛋也舍不得吃 拿去换成什么 请讲答 yes 妙孵瓜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答案是什么呢 我们来讨论一下 我们来讨论一下 我被说孵瓜了 我 真的是 鑽头 因为他们 他们都是用鑽头搭的 是我的 好 答案是什么 跟我们 2 鑽头 2 鑽头 好 因为 为什么你知道吗 鸡蛋的价格很高 所以他们两个夫妻就将 人家送给他们的鸡蛋补身体的 拿去换了三千多块的砖头 来盖学校 好味道 所以这题的答案就是 2 砖头 恭喜 恭喜 谢谢 好棒 即使马文仲老师的故事 还没有结束 下一段呢 他按瓷剂是怎么结缘的 以及瓷剂出手怎么帮助他 他也让马文仲老师可以看到他 这个希望小学的实现 请看第二支的影片 1988年 马文仲夫妻办学的故事 在媒体上传开 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甚至吸引了海峡对岸的目光 台中的读者 他来信 来了一封长长的信 向我这个 详细的介绍 台湾有个瓷剂经验会 就按照那个读者的意思 给台湾花莲瓷剂经验 写了一封信 就介绍我学校的情况 希望他们能够来 帮我建计的时候 比较好的学校 上海瓷剂志工邱玉芬收到这封信 开始了马野庄 希望瓷剂小学的原件 2000年4月30日 学校在上海瓷剂志工的原住下动工 而马文仲的病情恶化 甚至无法坐直身体 瓷剂志工也送给马文仲 一个新的轮椅 让他可以生活得更方便 马文仲为了办教育 花光了所有积蓄 一次一次打出的自传 稿费8000多美元的版税 又投入新建幼儿园 幼儿园也是妻子 顾轻语的梦想 幼儿园的新建 让年轻里的孩子 可以提早接触知识 这就是我做了 我就要把它做好的 对 应该的 这个就是眼光要看长 对 你这样不弄 等我以后再来看 就麻烦了 那就麻烦 2001年11月21日 马文仲希望瓷剂小学终于落成 290平 共有十间教室 可容纳500多位学生 黄河滩上的孩子 终于能快快乐乐的 在明亮的新教室里学习 对马文仲来说 学生的成就就是他最大的欣慰 2008年 马文仲过世 但希望瓷剂小学的一专一瓦 仍有马文仲的精神 对作欲英才不悔的执着 一幕来咯 好 影片当中 马文仲会认识词迹 是因为什么原因 请讲答 好 来 告诉我们答案是 答案是 是 是 所以是一 富凯哥哥是这样子的吗 其实在影片当中 我们有看到其实马文仲老师 他在后期 其实身体越来越虚弱 是 那其实他的能力 没有办法 就是附和他的那个理想 是 这个时候刚好又收到了一封信件 这信件 其实从台中寄过去的信件 是瓷剂的志工写信给他 那马文仲老师 其实看了信件之后 他决定 好 我想要跟瓷剂一起合作 把这希望小学给办起来 所以上海的瓷剂师姐呢 也来到了现场 实际了解之后呢 就决定接手帮助 扩建这个希望小学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 一 恭喜答对 我们来公布两队的成绩了 河东师吼队吼出了两分 恭喜 南国之花队 拿到了三分 所以今天优胜的队伍 就是南国之花队 恭喜 南国之花队 而且南国之花队 可以来抽倍数球喔 优胜者抽倍数 好不好 几倍 九倍 到底是几倍呢 九倍 很痛 我们要的掌握还来掌握 多少 八倍 恭喜 恭喜 所以 一千两百六十五公里 参与八倍是 一万零一百二十公里 Go 好棒喔 一趟河南 赚进了一万多公里 四趟好像就可以拿到一张机票 是啊 也想来拿机票吗 怎么报名呢 怎么拿呢 上我们的粉丝专业 秦千千四万里报名 你就可以来跟大家一起来抢机票 可以 那下次我们又要到哪里去呢 请跟着我们的足迹 探索世界 秦千四万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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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次来秦千四万里 我学到许多有关河南的知识 然后也发现了那些小朋友 就是要经过一个上学 就是要跋山涉水啊 我们现在的生活 其实是过得很幸福的 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的生活